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30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港闻播报 我是Terry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今天表示 联邦政府将考虑对违反强制隔离规定的旅行者实施更严的处罚 但是拒绝安省省长福特要求陆路入境者也接受强制隔离的呼吁 并称 目前的措施是有效的 特鲁多在温泰华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一直在研究加强执法 加强惩罚力度 在这方面我们会继续与各省合作 他还表示 我们知道通货边境入境的病例与境内的病例相比是极少的 周四晚福特政府致信联邦政府要求对加美陆路边境的入境者 实施与机场入境者一样的强制酒店隔离政策 副省长Christine Elliott和检察长Civill Jones的联名信中说 我们要求在人流量高的陆路边境点 包括尼奥加拉 温莎 塞里纳和Brockville等 对入境者实施三天强制酒店隔离 当晚 特鲁多与各省省长通话讨论疫情 新布伦瑞克省省长表示 所有省长都支持福特的呼吁 对陆路边境点实施强制隔离 但是特鲁多周五在被问到这一要求时 为联邦政府的隔离和检测规定辩护 他说 昨晚我们讨论了一系列可以加强的措施 但是在国际旅行问题上 首先要记得 这一年多来 我们实际上已经关闭了95%的加拿大的旅行 而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第三波疫情主要是社区传播 为此我们提供了更多支持 进行更多密切接触者追踪 更多快速检测 加强筛查 提供疫苗 目前乘飞机入境的加拿大人 必须持有新冠检测阴性报告登机 抵达机场后必须接受检测 并在联邦指定的隔离酒店等待检测结果 酒店必须在抵达之前预定 如果检测结果阴性 可以回家继续14天的隔离 在抵达后第8天还要接受检测 拒绝酒店隔离将被罚款3000元 从陆路入境的人则不需要酒店隔离 他们需要出示72小时内的阴性检测结果 以及14天自我隔离计划 并且在抵达第8天再接受检测 省长福特在周五的记者会上表示 现在有人利用这一漏洞 乘飞机到水牛城等加美边境城市 再搭出租车或徒步到边境点进入加拿大 从而绕开酒店隔离 安省在信中指出 所有进入安省的旅行者 都应该接受同样的隔离要求 检察长Jones周五重申了防止变种病例 继续进入社区的重要性 他举例说 今年1月 安省的Burial镇的Robota Place养老院 因为原因英国的B117变种病例 导致100多人感染 50位住户和一名护理人员死亡 加拿大联邦公共卫生局表示 大多数的旅行者遵守强制隔离法规 自2020年3月以来 加拿大警方跟踪了超过8万名旅行者 98%遵守规定 同时开出了801张罚单 从今年2月22日至4月18日 公共卫生局收到的 陆路入境者的50905个检测样本 只有128个确诊 仅占0.25% 同期 航空旅行者的144177个检测样本中 有2541例确诊 占1.76% 特鲁多还表示 安省提出禁止国际留学生入境的要求 联邦愿意与安省合作 将于今天与安省官员讨论这一要求 由于目前临近海外留学生回家返校 这一政策将带来严重影响 媒体向省政府办公室求证 目前还没有收到回复 自BC省府于上周五开始实施 全省非必要旅行限制令之后 省府今天再宣布新的执法措施 从今天周五开始 就会设置路检 限制不必要的BC境内旅行 遏制COVID-19的传播 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范和富 于周五今早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BC省最新旅行限制令的执法措施 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范和富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可能从今天周五开始 执法部门在三个不同区域连接处的 渡轮码头和高速公路 并在5月25号凌晨12点01取消限令之前 可以随时进行道路检查 但执法人员不会在温哥华市中心 或各城市街头等处进行检查 执法过程中 警察可以询问车辆驾驶员出行的原因 以及他们的姓名、地址、驾照 和如果最近移居的身份 但不会要求出示旅行原因的文件 也不会要求车辆乘客提供文件 如果警察有合理理由 相信驾驶员出于不必要的目的 离开所在区域 可以指示驾驶员留在其所在区域 或及时离开该区域 不遵守路检要求的人 可能会被罚款230元 违反旅行限制的出行的人 会被处以575元的罚款 省府表示 会放置许多标志进行提起 前方会有道路检查 让驾驶员在到达道路检查之前 可以有机会掉头 BC省府于上周五首次宣布 BC非必要旅行限制令 并持续到整个5月的长周末 因非必要原因 在三个区域以外的旅行人士 会被罚款575元 BC省非必要旅行限令 把全省分为三个区域 北部和内陆卫生地区 被视为一个联合区域 温哥华沿岸卫生区 和飞沙卫生区 视为一个区域 而温哥华岛为一个区域 根据规定 人们可以在自己所在的区域内旅行 但不能跨区域旅行 同样重要的旅行 如上班上学 返回主要住所和获得医疗保健 均不受到这些规定的限制 BC省政府还表示 在新出行限制推出的第一个周末 BC杜伦公司的车流量 下降了25%以上 而客运量也下降了30%以上 BC公园局也报告 在过去几周中 营地预定取消了5000多次 周四省卫生官员 邦尼·亨利博士 敦促大温地区居民 不要前往较小的社区 例如阳光海岸或威斯勒 虽然不违反出行限制 国家警察联合会和 BC省皇家骑警成员 此前曾对该县令提出批评 称缺乏明确性 以及警员的疫苗接种缓慢 有可能因为路检导致感染风险 另外 BC省公民自由协会表示 和警察打交道 原住民黑人和种族社区 可能会受到负面有害影响 范合复今天也表示 重视这些意见重申 不会进行街道检查 这些命令仅适用于 设置检查地点的执法部门 范合复还表示 BC省增加了扩大旅行的 基本原因清单 包括避免遭受虐待或暴力的人士 并扩大了可以访问 长期护理院的人的清单 疫情导致不少打工一族 失工作或被削工时 不过在联邦政府应急福利补助下 国民今年首季信贷评级仍有所上升 显示欠债情况有好转 然而每5名消费者中 又1人未能如期的缴交账单 报告指 全国城市中以万景市 人均信贷评级最好 有715分 其次是温哥华 有703分 多市人均信贷评级 得排名第四 有694分 加国财务科技公司Borrowell 就余百名的国民 由去年首季至今年首季期间 财务信贷进行分析与评级 发现在疫情四月的过去一年 信贷评级普遍有好转 信贷评级分数越高 代表拖欠账单或债务情况或有改善 在去年首季及疫情刚开始时 国民平均的信贷评级为649分 属于水平以下 今年首季的信贷评级值上升至667分 属可接受水平 今年首季国民欠交账单数字 与去年首季相比下降33% 机构相信 这与联邦政府在过去一年 推行连串疫情应急福利金措施有关 令打工族虽然失去工作 被削减工时 依然有款项应对基本的生活开支 民众也明白及时归还欠款的重要性 报告同时分析了20个主要城市的人均信贷评级 当中以万景市的评级最高 得分达715分 其次是温哥华市获703分 排名第三的是BC省的本拿比 评分为697分 多伦多有694分 较去年首季上升15分 魁省满地可人均信贷评级 跳升弧度最高 得分为690分 较去年同季上升30分 其次是安省宾顿市得667分 较去年同季上升20分 对于许多人来说 喝一杯咖啡就像刷牙一样 是他们早上日常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然而这不仅仅是你每喝一口 就能增加能量 在许多情况下 喝咖啡可以对你的健康 产生明显的影响 如果你与焦虑作斗争 借除咖啡因 可能对你的心理健康有好处 如果一个人对咖啡因的代谢缓慢 咖啡中的咖啡因 可能会对一些人产生刺激 甚至是过度刺激 如果经常饮用 这种刺激会使焦虑恶化 营养师加尔文说 通过放弃咖啡 你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减少你的焦虑感 美国人中五分之一 有反酸症状 放弃每天的咖啡 可能会有所缓解 众所周知 咖啡会放松下食道阔约肌 这是位于上位和下食道之间的肌肉带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胃酸就会反流到食道 导致烧心和灼热 所以停止喝咖啡 可能会有助于缓解反流症状 加尔文说 你可能会经历更少的过敏症状 咖啡可能含有霉菌和真菌 这取决于它在哪里生长和加工 如果患有过敏 停止喝咖啡 可能会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加尔文说 你可能会睡得更好 咖啡可以让你精力充沛 所以它也可以使你在一天结束时 更难以入睡 这是合理的 幸运的是 如果你很难入睡 放弃咖啡可能会有所帮助 你可以从食物中吸收更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想从食物中获得最大的营养效益吗 尝试缩减你的咖啡摄入量 研究表明像咖啡中的咖啡因可以阻碍B组维生素 钙 铁 铁 铁铛 铜和蒙的吸收 同时增加铁甲钠和磷酸盐的排泄率 明晨说 你的皮肤可能看起来更加紧致 与其在最新的护肤品上花费大量的现金 放弃咖啡可能是你所需要的 这能让你获得你想要的光泽肤色 众所周知 咖啡因会减慢身体的胶原蛋白生成速度 Balance One Supplies公司的注册营养师贝斯特说 减少咖啡是防止这种胶原蛋白减少 和改善皮肤外观的一种方法 好了 以上是本期稿案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